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如果你对投资理财知之甚少,但非常迫切地想要更多地了解一些,那么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投资小白应该如何开始投资的第一步,还会为大家简明地介绍一些常见的金融投资术语,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个人投资理财。 相信在节目的最后,你就会对如何入手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并且能够着手开始适合你自己的投资理财了。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千万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第一步,建立应急储蓄。 在我们开始投资之前,首先需要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你可以尝试在一张纸上列出来。 自己每个月的固定收入是多少,支出是多少,是否有负债需要偿还,目前有没有存款。 当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之后,我们强烈建议你先着手建立自己的应急储蓄。 那么什么是应急储蓄,它和普通储蓄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我们可能会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存钱,可能是为了买房、买车,也有可能只是想买最新款的手机。 不同的目的决定了我们储蓄的金额大小和周期长短的不同,而我们也会在最终为了自己的储蓄目的把存好的钱全部花掉。 而应急储蓄就是为了应对预料之外发生的事情而做的一个储蓄。 相信在经历了疫情的反复,很多人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关键时候手里有一笔闲钱的重要性。 它能让你在失去工作的时候不用盲目地赶紧跳进一个并不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 能够让你就算是不工作一段时间,也能够支付账单、贷款,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帮助你在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不至于去借钱甚至是负债解决问题。 所以应急储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一个储蓄账户,是我们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应该尽快存够的一个账户。 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应急储蓄账户,在你每个月的收入还能有剩余的情况下,你应该把这些钱先全部存进这个应急储蓄账户,而不是出去大吃大喝,购买昂贵的消耗品来犒劳自己。 你的应急储蓄应该能够帮助你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生活三到六个月。 具体的计算方式是,先对自己每月正常的花销有一个大致的计算,把所有的必要项目添加进去。 比如说水电费,超市购买食物的费用,贷款等等,然后给自己留有一些余地,把得到的这个数字乘以三或者是六,最终就得到你的应急储蓄账户需要的总金额。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建立应急储蓄是开始投资理财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就算你现在还有购房贷款,助学贷款等需要偿还,你也不必等到把贷款还清才开始做应急储蓄。 只要能够保证按照最低还款要求按时还款就可以,这是因为,首先不是所有的贷款都是债务,购房贷款在大多情况下都是好债,是用银行的钱为自己获得资产。 有些朋友会有一些误区认为应该通过每月多还钱来提前还清贷款,这样最终的还款总额会少一些。 其实如果我们每月多还的钱不能做到远超于最低还款额度,通过和每年通胀率的对冲,我们并不能通过提前完成还款实现显著降低最终还款金额的效果。 而一旦紧急情况发生,需要大量用钱或者失去收入来源,这时候要是没有应急储蓄,再需要贷款借钱不但困难,而且不能够拿到较合适的借款利率,反而最后会陷入更多的负债,还要还更多的利息。 所以应急储蓄一定必须是我们投资理财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再考虑去尽快地完成我们的还款,尽快清除债务非常重要,这里我们说的债务指的是坏债,也就是消费债。 消费债是我们购买那些不能够在未来升值的产品产生的债务,它们不但在未来无法给我们带来价值,而且这些记录会影响我们未来任何重大投资的借贷利率。 所以把自己手上的债务分一分,落在坏债那一栏的债务,在完成了应急储蓄的积累后,就尽快还掉它们。 然后就是开设我们的退休账户了,我们投资理财都是为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准备,无论是按部就班的退休,还是想要提前退休,享受自由时光。 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居民都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障两种不同类型的储蓄,为以后养老做储蓄。 大部分受雇的朋友都已经至少有一个退休账户了,那就是我们的养老金储蓄。 当我们的雇主为我们开了养老金储蓄,每个月我们工资收入的一部分都会自动流入这个储蓄账户。 我们的雇主也会每月贡献一部分金额到我们的养老金账户。 如果是自雇或者通过其他手段获取收入,我们也可以购买养老保险,给自己晚年的生活增添一份保障。 退休账户之所以能够成为投资理财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地享受税收优惠。 大部分养老金或养老保险都是免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财富的免税增长,而且容易操作,新手也完全没有问题。 好了,再确认了自己已经完成应急储蓄,处理了坏债,并且建立了养老金理财。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些投资常见术语。 开始投资基本上每个人都绕不过股票和基金。 那么什么是股票,什么是基金,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先来看股票。 所谓股票,它是股份公司所有权的一部分,也是发行的所有权凭证。 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会发行给各个股东作为持股凭证,并借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 往往公司有大股东,他们也是公司发展方向的决策者。 当然也会有很多散户购买各个公司的股票。 虽然持有的股份不多,不能参与公司日常运营的决策事宜。 但也作为公司的股东,享受公司盈利后的红利分成。 我们作为散户可以转让,买卖,分享公司的利润。 可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也要承担公司运作错误所带来的风险。 所以说,通过投资股票,我们一方面通过公司的盈利分红来获得回报。 我们还可以通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方式来赚取差价。 股票投资有着很深的门道, 投资者需要对选择投资的行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能够对特定的行业的发展前景有一个基本的预判。 还要拥有分析上市公司的能力。 这对个人的数据分析能力有着一定的要求。 同时,股票投资也是一场心理战。 考验我们钱袋子能不能撑得住的同时, 也极度考验人的心理素质。 总而言之,股票投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种投资方式, 操作不当,可能会把本金都赔进去。 由于影响股市行情的因素众多, 股市阶段性的暴跌很可能会引发抛售恐慌。 它是最常见的投资形式, 却不是投资新手能够轻松hold住的投资方式。 这时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投资方式——基金。 基金投资就非常适合于既想要享受股市红利, 又希望能够降低风险的投资者。 所谓基金,广义上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 常见的基金有投资基金、公基金、保险基金, 以及各种基金会的基金。 说白了,基金就是为了特定的目的, 募集的一笔资金。 我们在投资理财领域所接触的就是投资基金。 投资基金是基金经理把众多投资者手中的钱汇集在一起, 然后用这笔钱来投资多只不同公司的股票。 出于基金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出, 因为经理会汇集很多人的钱, 这就降低了每个投资者的投资起步金额。 对于储蓄不多和还处在投资理财观望阶段的投资小白来说, 基金能够允许我们用更小的金额来体验投资。 其次,基金经理不会只购买单一一只股票, 而是会建立一个投资组合, 也就是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里。 而和股票投资相比最大的差别, 就是购买基金就一定会有一个基金经理, 这个人一定有着足够投资知识并且需要持正上岗, 也就是说我们的钱会被放在一个善于理财的人的手中。 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是全职做投资, 那么我们再怎么每天为自己补充金融知识, 跟进市场动态, 都很难达到专业的基金经理的那种在行业中浸泡的程度。 所以,投资基金自然受到了不少投资入门者, 或者是不愿意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研究股市的朋友的追捧。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基金经理会通过收取手续费和享受我们盈利部分的部分收益 来作为他们的劳动所得。 比起因为不会操作或没有时间操作股票投资而造成的损失, 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愿意通过委托基金经理为自己理财的。 值得提醒大家的是, 基金投资不能全盘复制股票投资的思路。 股票是选公司,基金是选经理。 虽然我们投资收益的高低会影响基金经理收入的高低, 但毕竟投资的钱是我们自己的, 选择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才能最大程度地确保我们的资金安全。 与此同时,基金投资相对于股票投资更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单只股票会在短期内出现剧烈的价格波动, 投资者因而能够通过操作获得买入卖出的差价赚取客观的收益。 而基金经理已经把鸡蛋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来对冲风险, 就意味着在短期内基金不会出现特别夸张的收益波动。 频繁操作不光不会有令人满意的收益, 反而会支付不少手续费给基金经理得不偿失。 所以基金投资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定投。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次就不过多介绍。 如果有朋友对基金定投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要。 好了,以上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的101新手投资指南。 希望能够对想要开始投资的你提供一点点帮助。 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赞评论告诉我们。 关注对金机遇,收看更多精彩的财商成长节目。 期待和您下期再见。